各位評審老師、家長和同學 大家好,我是王凱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 西式早點和中式早點 我的中式早點是蛋餅 蛋餅的材料有 一、蛋、二、蔥、三、肉、四、餅 它做法有 一、把肉先煮一煮 放在旁邊 把蛋打一打 然後放在鍋子裡煮 但還沒有煮好的時候 放餅在蛋上 把餅翻到另外一邊 在蛋上放煮好的肉 把餅放到盤子上 卷起來就可以吃了 蛋餅的好處有 一、很多蛋白質 二、提高記憶力 三、有益心臟 蛋餅的蛋餅加分方法有 喝豆漿加蛋白質 二、吃橘子增加維生素 營養有熱量蛋白質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我的西式早點是歐姆蛋 歐姆蛋的材料有一、蛋、二、肉、三、蔥 做法有意把蛋打一打 把蛋打完的蛋放進鍋子裡煮 蛋熟了以後把肉放在蛋上 三、蛋、把歐姆蛋對折就可以吃了 營養有熱量蛋白質和脂肪 好處有一、很多蛋白質 二、很容易做 三、營養豐富 加分有喝牛奶增加蛋白質 二、吃蘋果增加維生素 謝謝大家